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,多个展台的背景都是硕大的5G字样,让人感受到,尽管5G时代尚未到来,但相应的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已是大势所趋,中国企业也正在加紧布局。 目前,虽然4G技术还未完全普及,但中国、韩国、日本、美国、欧盟等已纷纷着手研发5G技术。 中国华为、中兴通讯、中国移动等中国参会企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5G技术是移动通信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,目前仍处于技术储备阶段,尚未形成统一标准,但这样恰恰给中国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努力空间。 5G这个概念股究竟是什么?受访的上述中国企业提出的5G设想,其特征包括可接入设备显著增加,端到端食盐减少,用户速率提高,能够为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发展创造条件等。 感谢观看